台湾台北,美国一名高级特使周四抵达台湾, 参加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悼会, 这是特朗普政府拒绝北京威胁, 加强其对台湾支持的最新动作。 台湾外交部说,这名美国特使是负责经济增长, 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奇, 他是数十年来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级别最高的官员, 中国声称自治的台湾是自己的领土, 反对他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正式往来。 台湾国防部称中国对克拉奇访台消息的反应是, 周三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派出两架反潜飞机。 该部表示,台湾空军将这些飞机警告驱离。 克拉奇的访问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努力反击 中国近年来在全球舞台上孤立台湾的企图。 此次访问于周四开始,周六结束, 距离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 亚利克斯·M·阿扎尔氏,LXM·SRII,访问台湾, 成为1979年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内阁成员仅一个月。